2012年,A-Level 27 條 這條文章是問 如果有 Chartered Practical Venocity V B-Field 感受到Matic Force F 問你 QVB 方向的關係是怎樣 我用Practice Paper DSE 31 條 來講解 這條文章是在業數168 頁 你會看到 題目就是 B-Field 接著有一枝棍 這枝棍和B-Field是30度 他又想問你Matic Force 首先 這條問題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就是 它有Matic Force 原因就是 Current 我們看看 Current 和B-Field 究竟 有沒有存在 存在之後 可不可以成90度 如果有的話 就可以找到Matic Force 但你可以看到 Current 只是和B-Field 成30度 那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做一個 拆 一個 拆 一個 一個 的物理量的工作 你可以拆 B-Field 也可以 拆 B-Field 因為 打橫 我們喜歡 打橫 比較舒服 我們把Current 拆成 打橫 和直 Current 拆了打橫 之後 就會是 Icos 60度 這邊 應該是 Icos 這個 就是 Icos 30度 我發現 原來 B-Field 拆了 Current 可以和B-Field 做一個 Matic Force 做一做 B 是 中指 打橫 Current 隨著Current 就是 向直 到最後 就是向上 就是這樣 好了 如果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知道 Matic Force 向上 所以 我把這幅圖 用來 解釋 這條 所以 把它畫出來 就會看到 原來 隨著Current 可以和B-Field 互相 做一個 Matic Force Matic Force 就是 手指弓 向上 是 Force 就是 Out of the Paper 其實 Current Current 就是 正的 particle 就是 流動 所以 你可以理解 成為一個 正的 particle 向同一個方向 流動成V 所以 同一個道理 V和B 都不用互相垂直 我們只需要找 究竟 V和B 有沒有 Component 之間互相垂直 就找到Matic Force 所以 V 同一個道理 可以刷成一個 V 而V 和B 互相垂直 如果 互相垂直 我們就會找到 Matic Force 所以 就是這樣的 I 和B 它們 它們不用互相垂直 但是 Force 一定 就是垂直於它們 但是 I和B 它們只要找到 一個Component 互相垂直 但是 I和B 本身可以不互相垂直 同一個道理 V 和 B 它們找到 Component 互相垂直 但是 Force 一定是垂直於它 所以 第一個 就不對 FV B 是否一定要F V 是否一定要垂直 所以 答案就是 V B B V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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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rect 所以答案就開始播了 B Because 作詞 Component